由日龍集團舉辦的第二屆 台灣車客送決賽結果出爐 主辦單位是祭出百萬總獎金 廣邀各領域的新創團隊 及學生參與 它不是只是一個競賽的活動 它是一個平台 然後我想就是希望透過 車客送這個平台 能夠把從這個學生 跟在職在外部的這樣子一個資源 跟想要投入這方面的研發的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把它凝聚在一起 車客送是台灣首創以汽車創新 為主題的活動 期望能提供平台 讓各界創意接軌國際 創造產值 我們就會跟這些的團隊 來做一些的組合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把這樣子一個平台 也變成能夠在汽車上面的 實質上面的平台的一個應用 活動將持續投入更多人才 培育實踐 一起打造更聰明的移動生活 愛爾達電視綜合報導 有希望能夠在一起 會不會有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有希望能夠在一起